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就是说当你在观看这部剧的时候 之所以很多地方没看明白 体现在具体问题上 就是以下这三点 第一 政府或各政治团体到底想干什么 第二 剃刀党及各黑帮组织到底是如何赚钱的 第三 男人女人那点事 至于烧杀抢掠并不是这部剧的重点 因为这些手段无外乎只是为了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已 也就是说当你搞清楚交易的动机和内容是什么 以及所有人在交易环节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 理解起来这部剧就简单多了 这些内容也就是我在剧情片当中会不断渗透的地方 我力求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把整个故事看得明白 而针对那些你一听就知道我明显是在开玩笑的话 切莫当真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先生曾经说过 交易是人致富 劳动则未必 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很多朋友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黑帮成员就不能老老实实地上个班过个安稳日子呢 根本原因就在此 因为勤劳致富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通 此外 针对第二季的内容还有一处容易使人产生观影障碍 因为第二季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 Alphie Solomons 扮演者Tom Hardy 业界人称Tom老师 Alphie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 就是你不容易从他的说话内容当中把握到重点 你会觉得他嘴碎得不行 唠唠叨叨起来 没完没了 并且这个人物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大师 史诗级黑话制造者 就好比是一个人成天在你眼前跟你念叨 天王盖地虎 宝塔 镇河妖 还时不时问你脸红什么 怎么又黄了 你一脸懵逼啊 所以这期内容 我也会针对这个角色的言语细节 带大家一探究竟 多说一句 Alphie是浴血黑帮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因为 he talks a lot 再有就是Tom Hardy本人也正是我最喜欢的欧美男演员之一 因为他比较符合我眼中所谓的硬汉形象 在这一季的一开始 有一个人物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Freddy Thorne 他死于疾病而非战争 可怜霹雾火 落地竟无声 先来说一下第二季故事的时间节点 第二季发生在第一季故事的两年后 也就是1921年英爱条约签订后 至1922年5月31日 5月31日这天是英国的Darby Day Darby Day是每年在英国的Epson 叶森赛马场举办的赛马比赛 是英国著名的经典赛事之一 这一天是个大日子 有多大呢 届时国王也会出席 够大了吧 为什么浴血黑帮老跟马过不去呢 因为现阶段 独马依旧是踢倒党最为主要的创富手段 并且马之于吉普赛人有着别样的深意 对于Shelby家族来说 马是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象征意义的 下面我们先来聊一聊 这一季中出现的另一个新人物 Michael Gray的故事 Michael是Polly和某某Gray所生的亲儿子 所以他姓Gray 这也就是说 他和Thomas以及Arthur等人 是表兄弟关系 Polly原本生有一对儿女 但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被教区当局的人夺走给了寄养家庭 因为Polly年轻的时候 毕竟是个小太妹 当局的人认为她不具备为人母亲的能力 这事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营绕在Polly心头 特别是最近 她开始老做噩梦 那是整宿整宿睡不好觉 于是她跑去找了一位吉普赛算命大师给解解梦 这位大师连弗洛伊德经典剧作梦的解析都没读过 你觉得她能靠谱吗 所以在我看来 这顶多算解门而不是解梦 Polly这事很快被S美知道了 因为吉普赛人最爱传闲话 况且Shelby家族好歹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Polly这种级别的人物找大师算命 大师能不惦记吗 哪个大师的办公室里能没几幅和各界名流的合影呢 Polly警告S美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而S美则以人格担保 盖部外传 这里面要注意 Shelby兄弟几个是知道Polly有孩子这件事的 所以Polly仅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去找大师这事 然后 S美牛脸就告诉了Thomas 想必他口中的盖部外传 是指传男不传女吧 Thomas于是从有关部门拿到材料 跟Polly说你的女儿因春热病死于澳大利亚 至于你的儿子他还活着 我之前去看过他了 小伙长得挺壮实 但是你现在不要去找他 他还有几天就年满18周岁了 到时候让他自己拿主意 Polly听罢了拿枪指着Thomas 让他必须现在就告诉他地址 正是因为Polly这脾气 Thomas才不能告诉他 他表示 开枪吧开枪吧 崩了我你就永远不知道地址了 这之后的Polly 陷入了抑郁 整日纵情酒色 无心工作 但其实Thomas早就告诉了 Michael的亲生母亲的地址 但Michael主动找上门来 母子俩这才相认 而Michael这边 其实早就选择告别自己的寄养家庭了 根本用不着等到18周岁 原因也不复杂 攀上Shelby家族这种高枝 你觉得他还回得去吗 他还愿意回去吗 在Polly的细心招聊下 Michael慢慢地被介绍给了 Shelby家族众成员 当Thomas去买马的时候 Michael和他的表兄弟 Thomas Arthur John和Finn一起去看赛马 没错 此时我们的Finn已经长大了 当然说大也没多大 勉勉强强14岁而已 当Thomas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Michael目睹了Arthur的一次暴力行为 Arthur差点把一个人打死 后来 当Polly问Michael旅途如何时 Michael没有告诉他Arthur的行为 而是告诉他旅途很顺利 我用我所谓的忠诚 换取能够跟大家一起混的机会 本质上又是交易罢了 关于Michael 我们先说到这儿 后续他会出现在这一季的故事线中 这一季的主线故事 就是Thomas 抑郁扩张家族的势力范围 比如搞一搞伦敦 黑帮的生存法则之一 那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连虾米也吃不到 你不做大鱼你就只能等死 而家族其他成员显然是对此缺乏清醒认知的 毕竟屁股决定脑袋 大多数人都是安于现状的 而这也正是家族成员内部 偶有矛盾的根本原因 面对Thomas 扩大地盘这一计划 自然少不了各方黑帮势力的角逐 其中涉及到由Alfi领衔的伦敦地区的犹太帮 以及Sabini领衔的伦敦地区的意大利帮 这时英格兰地区三大独马公司按规模由大到小 分别是Sabini,Alfi,Thomas 这三人的核心产业都是独马 特别是Sabini 被誉为赛马场黑帮之王 除了黑帮势力 自然也少不了博明汉人民的老朋友 Mr. Campbell 第一季末尾的那一声枪响实则是Grease Fund 他一枪击中了Mr. Campbell的大腿 导致他现在成了一名残障人士 但是他依旧身残之间是要搞垮Thomas Shelby 并且他此时已经是Major Campbell 是联合王国某情报机构 极大概率是军情武处 爱尔兰事务司的军事长 总之就是升官了 Major Campbell背后的老大依旧还是丘吉尔 但不同的是 二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也对这一季后续故事的走向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至于Thomas的女神Grease 他还活着 他现在已经远赴纽约 在那里嫁给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 俩人小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只不过他和Thomas二人彼此谁都没有忘记谁 俩人一直保有书信往来 下面我们先来看Major Campbell的一系列动作 故事一开始 Major Campbell被丘吉尔又送回了博明汉 安排他找人刺杀Henry Russell 这个Russell是一名陆军元帅 拥护爱尔兰独立 那自然就是丘吉尔和联合王国的敌人 政府当然不能出面搞这种事情 因为不想把它扩大成为政治事件 所以必须得找人干脏活 私聊 这里面需要注意 不是说英爱条约签订了 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就相安无事了 爱尔兰共和军直到今天 都还在谋求真正意义上的爱尔兰独立 那问题来了 把脏水泼到谁身上呢 自然是Thomas Shelby Major Campbell的计划是 你先杀了他 我再杀了你 为我和政府以绝后患 可是如何让Thomas听命于自己呢 那必须手中得握有对方的把柄才行 于是Major Campbell先安排俩人 把剃倒党的Garrison酒吧给炸了 这之后 这位大哥和这位大姐找上Thomas 跟他说让他帮忙杀个人 杀的这个人无关紧要 并不是Russell元帅 只是一个同样主张爱尔兰独立的小弟罢了 这样一来 Major Campbell手上就拥有了Thomas杀人的把柄 并且又给他定罪的人证 这样就可以确保Thomas听命于自己 这时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位大哥和大姐 不能直接找Thomas给他派活 非得先把酒吧炸了呢 原因很简单 关系是搞出来的 你不搞他就永远没有关系 再者 你不先嗅嗅肌肉 对方岂会那么容易就答应帮你办事 关于这位大哥和大姐 他二人是新分党的成员 新分党可以理解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官方政治组织 自然是主张爱尔兰独立 和英国政府是敌人 随着英爱条约的签订 爱尔兰各党派及组织内部区分出亲合约派和反合约派 这位大姐自然就是亲合约派成员 所以才会为Major Campbell干活 至于这位大哥 实际上是一个间谍 他是爱尔兰反合约派的人 安插在Major Campbell眼皮子底下的卧底 但是Thomas早就查到了这位大哥的底细 于是跟Major Campbell说 让我杀Russell元帅可以 但是你必须先解决到这位随时会去通风报信的大哥 于是这位大哥就领了便当 然而Thomas一直忙于向伦敦扩张自己的势力 实则根本没工夫搭理Major Campbell这档子事 于是为了给他施压 Major Campbell把Arthur送进了监狱 因为Arthur被栽赃行凶杀人 这个后面会讲到 同时把Michael也关进了监狱 理由是Michael曾烧毁了一间名为侯爵的酒吧 当然其实这事也不是Michael干的 Major Campbell企图通过Shelby的家族成员 来控制Thomas让他为自己卖命 面对当前这种状况 Thomas对Major Campbell说可以帮他杀人 但是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来 Major Campbell的原计划 是让Thomas去Russell元帅家中行刺 待成功后早就埋伏好的警察 再突然出现把Thomas抓住 从此彻底解决到Thomas 可是Thomas何等聪明之人 岂会无法识破你这点小心思 于是Thomas安排John 炸毁了Russell元帅的住所 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Major Campbell 我不会听你的安排在他家中杀人 Thomas对Major Campbell愚诺 人我会照杀但是地点和时间由我来选 叶森赛马场 Darby Day 等到了赛马比赛这天 Major Campbell也提前雇佣好了一伙人 等着Thomas得手后把Thomas解决掉 以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这伙被雇佣来杀Thomas的人 也有必要说一下 他们被称作阿尔斯特志愿军复仇之首 阿尔斯特志愿军其实更像是一个恐怖组织 他们大多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后裔 生活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省 阿尔斯特省共有九个郡 其中六个郡以新教徒为主 另外三个郡以天主教徒为主 而英国也是以新教徒为主 阿尔斯特志愿军最爱搞的事情 是针对天主教徒进行恐怖袭击 所以Major Campbell找来的这几个杀手 就是阿尔斯特六军中的成员 下面再来说Thomas这边 他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势力范围 扩大到伦敦地区的 先介绍一下现阶段 Shelby家族的财富积累状况 整个国家现在有半数人在挨饿 但是Thomas坐拥四辆布加迪跑车 此外 Shelby有限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 日转150英镑 150英镑是个什么概念 结合通货膨胀比率来计算 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6000多英镑 没错 一天 所以家族成员才会觉得 现在已经不错了 差不多可以了 但是Thomas在家族会议中明确表示 扩张计划从明天开始实施 再来看伦敦这边 伦敦这边其实有大大小小不少王牌 但是剧中主要描写了两个 Sabini的意大利榜和Alphie的犹太榜 这两个帮派此时已经在伦敦因为抢地盘而混战了半年 犹太榜目前处于劣势 之所以现在犹太榜干不过意大利榜 是因为Sabini擅长搞政治和警察关系很好 极为信奉警民一家亲那一套 而Alphie本人则对警察持完全不信任态度 所以混得不好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Thomas的策略是联合Alphie共同击垮Sabini 并且Thomas最近抑郁染指贸易进出口行业 所以需要在大联盟运河的南部 也就是伦敦地区的Campton Town有个立足之处 而Campton Town正是Alphie的势力范围 说白了 其实Thomas是需要用一用Alphie手上的保税仓库 虽然民用飞机在一战时就已开始使用 但是那个时候 国际贸易运输方式主流仍为海运 而伯明翰作为内陆城市 如果想做出口生意 那么他们的货物仍旧需要通过先行运输到港口城市 才能继续出口 譬如伦敦 再者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 也是全世界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区 整个英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产品 都是在伯明翰地区制造的 最后 伯明翰是全英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伯明翰地区的运河加起来 比水城威尼斯还要长 而水运这件事 Thomas早已打通各路关系 所以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贸易这件事 Thomas完全找不到不干的理由 如今只差一个伦敦地区的保税仓而已 你不要天真的以为 Thomas干贸易属于正经生意 非业非业 说白了 他还是搞的走私这种违法勾当 走私分为非税走私和涉税走私 所谓非税走私 就是国家不让你进出口什么 你偏不听就得对着干 比如军火 毒品 也包括在禁酒令期间倒腾酒等等 涉税走私就更简单了 直白说来就是不交税 这一点Thomas本人在剧中也明确交代过 所以非税走私有他 涉税走私也有他 只要违法的事你放心 绝对离不了他 为了扩张计划的顺利进行 Thomas需要得力的人手 而现在正是缺秘书的时候 于是他把Lizzy招收为了自己的秘书 一直两用 Thomas的第一步 是带着Arthur和John前去伦敦 到了Eden Club 伊甸园俱乐部 大闹了一场 因为这里是Sabini的据点 好比Garrison酒吧 置于Picky Blinders Thomas一行人此举 视为敲山震虎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Sabini不是软柿子 随后 Sabini派人找到了Ada 准备进行打击报复 Ada从第二季之初 就已经搬到了伦敦居住 在一家图书馆工作 他搬家的根本原因 在于他从Freddy手中 接过了接力棒 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 服务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所以他对Shelby家族的生活方式 和形式准则不满已久 此举亦是一种自我隔离 然而Thomas一直在派人 暗中保护Ada 这才没让Ada命丧当晚 然而Ada却对救下他的人 大放厥词 My name is not Shelby 这之后 Thomas买下了伦敦的一处豪宅 并有安保人员24小时守卫 然后他把钥匙送到了Ada的手上 让他搬进去住 Ada J答应的那就要一个不含糊 然后任性的Thomas 又给Polly送了一桩在博明汉的豪宅 当然 Thomas这一系列举动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家人好 这也是个人资产配置的优化方案之一 买房买车买房车 而Sabini本人则带队围堵了Thomas 先是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个半死 然后又硬生生的拔下他一颗牙 就在准备彻底解决掉他之际 Major Campbell救下了他 救他的原因很简单 第一 现在你还不能死 第二 你死也得死我手里 Thomas知道Sabini随时会派人来杀他 所以不顾伤痛连夜离开博明汉的医院 坐船来到伦敦 找到了Alphie 我们的黑话大师此时正式上线了 Alphie一上来就问Thomas 要不要来点面包尝尝 你吃棕面包还是白面包 Thomas选择了棕面包 然而Alphie对他的这一选择似乎不大满意 他声称棕面包是给工人吃的 上层社会现在流行吃白面包 Alphie一直管自己的生意叫做Bakery 而自己和兄弟们都是Baker 然而实际上这家伙是做酒的 他口中的棕面包是指威士忌酒 而白面包是指狼母酒 他让Thomas选酒品鉴 也不单单只是喝酒那么简单 实际上他是在试探 看看Thomas有没有潜力帮他倒腾倒腾酒 Thomas选择了威士忌 意思是搞也是先搞威士忌 而Alphie本人之所以会说上流阶层 现在流行狼母酒 实际上是表达自己想搞的 不是威士忌 所以说我们听Alphie说话的时候 那真叫一个泪 Thomas指出 你现在的酿酒厂只占你全部规模利润的十分之一 收的保护费也占十分之一 而剩余的利润全部来自你的赌码公司 而你赌码公司的客户 现在很多都被Sabini抢走了 甚至连销售你狼母酒的那些营业场所 也陆陆续续被Sabini关停了 而我可以向你提供100个配偶武器的壮汉 以及和警方之间一段崭新的关系 这就是我能给你带来的好处 接下来Alphie开启了一段重要的黑话独白 建议各位可以先按下暂停 读一读这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这一季故事线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Alphie这段话的实际意思是 你要真想让我和你联手 除非你能搞定一件事 把我的酒卖到英国的那些殖民地区 说完他问Thomas 你去过这些地方没有 Thomas说No Alphie继续问道 那你想去吗 Thomas依旧说No 这也就是说 其实Thomas根本就没答应帮他卖酒 而Alphie自然也并未真的答应同他联手 只是先勉强答应下来 一丝一丝而已 很多朋友会说 Alphie之后背叛了Thomas 其实大错特错 俩人最早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谈拢 哪里来的背叛 不过Alphie多多少少对Thomas 还是有一些惺惺相惜的 毕竟起初二人盘道的时候 都表示自己在一战时上过战场 曾经共同对抗过意大利人 所以这也才让Alphie 愿意先勉强应承下来 不过有一说一 Thomas没有答应Alphie帮他卖酒 不是不想答应 实在是没有能力答应 因为往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卖酒 得有一张帝国出口证才行 而Thomas此时没有 但Thomas毕竟深谋远虑 于是开始着手办证 找谁呢 丘吉尔 因为丘吉尔时任联合王国殖民地大臣 他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表示 这个证是作为我接下来替政府干活的回报 而丘吉尔答应了 Thomas此举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探索绕开Major Campbell 直接受命于丘吉尔的可能性 这时候 Arthur又跑来添乱了 他在拳击场上失手打死了一名未成年人 孩子的母亲Mrs. Ross 抑郁找Arthur寻仇 但怎奈没有杀人的勇气和能力 于是不得不作罢 这之后 Arthur又又抑郁了 之所以现在提一下Mrs. Ross 是让他此时出来跟大家混个脸熟 因为他在第四季的时候还会出来搞事情 那这回Arthur的抑郁是怎么好的呢 磕药 看这效果 杠杠的 与此同时 警方现在开始了对赌博行业的严打 为了达到警方规定的配额 帮助警方完成逮捕任务 Thomas找了一个没有案底的年轻人 把他送进了监狱 跟他说在监狱里好吃好喝待几天 出来后可领五英镑 J给小伙子激动坏了 以为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名踢倒党了 然而他在狱中却被割喉惨死 杀害他的人正是Sabini派去的杀手 Sabini此举也很高明 因为你的人如果在狱中得不到保护 那么你的军心就会动摇 于是Thomas派人以身试法 然后混入监狱 把Sabini的杀手做掉 同时 Thomas着急的一百个精装的汉子 也在Billy Kitchen的带领下 进驻到了Alphie的地盘 一面帮助自己运货卸货 一面充当Alphie的武装力量 这个Billy Kitchen早年间是Thomas的战友 而作为Thomas的战友 你不难猜测他最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想想Danny 再想想Freddy 对吧 下面请欣赏歌曲 宋战友 演唱者 托马斯 谢尔比 在家族会议上 Thomas告诉了大家干掉 Sabini的计划 那就是在赛马日那天 而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需要有一张入场券 才有资格办这件事 那就是一匹好马 于是Thomas请Polly给他拨笔巨款 去买一匹巨贵的马 Polly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可是在竞拍环节 Thomas却碰上了对手 当然 在Thomas的坚持下 这匹马最终还是被自己收入囊中 这个所谓的对手 名叫May Calton 是严格意义上上流社会的名媛 而且是个寡妇 他现在的职业是个赛马教练 然而作为真正的名媛 他和赛马会的各董事会成员 有着极好的关系 可谓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所以 这之后Thomas和他勾搭到一起 并不是因为爱情 只是May的一厢情愿而已 Thomas看中的是他背后的资源 而让一个女人听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爱上自己 Thomas当然是深暗辞到 他俩的故事我不展开细讲 一来是因为比较简单 就是May提出帮Thomas驯马 而Thomas向他提供报酬 然后一来二去 俩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关系 二来是因为May身上具备一个上流社会 应有的那种洒脱率真 又敢爱敢恨的品质 所以处理问题 丝毫不拖泥带水 婆婆妈妈 顺带一提 Thomas给自己这匹马取名为 Gracy's Secret 格雷斯的秘密 接着 Shelby家族展开了下一轮攻势 Arthur领着Billy Kitchen一伙人 再次对Eden Club进行了扫荡 当初第一次在这里搞事情 大多只是为了先亮个箭 而这次则是宣布正式接管 另一面 Michael也正式加入了公司 做起了公司的财务人员 Thomas答应Polly只让Michael负责作账 而不碰家族的违法生意 至于眼下的贸易出口生意 则开展的顺风顺水 他们把出口的威士忌酒 藏在了理应装有汽车零部件的包装里 因为他们手上有丘吉尔发的许可证 所以没人会去搜查 他们的酒是要消亡美国和加拿大 因为彼时正知禁酒令 所以利润极其可观 当Thomas准备下定决心帮政府杀人之后 他已经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了 因为他并不能确定 自己是否会从这场战斗中活下来 于是他去找到Ada 对他说 他设了一个信托基金 受益人是John和Ada的孩子们 他此番前来少Ada签字的 此外 Ada这时有一个租客 名叫James 是个同性恋 毕竟受时代背景所嫌 那时的人们是很反对同性恋的 可是Thomas却主动向James握手示好 这把James给美得 瞅他这笑的 可见当老大的人最为擅长笼络人心 当然导演特意安排这一场景 我个人猜测也是为了强行体现政治正确 接下来 该Sabini动作了 这天他领着一伙人找到了Alfie 请求停战 联手对抗Thomas Sabini提出 可以让Alfie的独马公司重回赛马场 我之前说过 独马是Alfie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Alfie当然没有拒绝 况且 Sabini和Alfie二人曾经是同学 俩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很微妙的 这时 胜利的天平隐约向Sabini方面倾斜 再来看Michael这边 踢倒党的一位年轻成员 Isaiah邀请Michael和他去侯爵酒吧喝几杯 因为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而且侯爵酒吧有很多漂亮妹子 Michael表示自己最爱工作 喜欢加班 还得忙着帮老板赚钱 拒绝了他 于是Isaiah说了实话 因为自己这黑人的身份不受待见 所以要去酒吧 必须得有一位Shelby照着才行 Michael这才答应了他 等到了酒吧 还真就有个不开眼的家伙 对Isaiah表达了种族歧视 于是三人陷入打斗 直到酒保大哥告知对方 Michael是Polly的儿子之后 对方才停手 并向孙子般赶忙道歉 这之后 Michael和Isaiah二人 换到了Garrison酒吧 开始喝第二场 在那里遇见了Arthur和John 俩人得意洋洋地表示 自己刚刚在侯爵酒吧 摆平了一个找事的家伙 Arthur和John一听 于是立刻动身 前去烧毁了侯爵酒吧 老一辈的踢倒党 给年轻人上了一堂 生动的黑帮教学课 想要立主 就得这样 Michael和Isaiah 从Garrison酒吧出来后 跟没事人一样 又去到下一个酒吧 开启了第三场 这俩人搁今天 那妥妥的夜店 小王子没跑 然而 Major Campbell正是以此事件为理由 把Michael送进了监狱 别管酒吧是不是你烧的 真想给你找麻烦 需要理由吗 况且拿你这个 刚刚滴血认亲的新家族成员 来要挟Thomas 最为合适不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Alphie是如何反水的 这天恰好赶上犹太教的逾越节 于是Alphie邀请Arthur和Billy Kitchen 来参加逾越节晚宴 逾越节具体是个什么节日 我作为一名非教仲 不敢多言 这里面的重点是 那著名的最后的晚餐 正是发生在逾越节 这也就是说 我们当中一定出了叛徒 并且这个叛徒要出来搞事情了 Arthur显然是读书少 还傻呵呵的一个劲 感激对方款待之情 然后 Alphie的手下一枪崩了Billy Kitchen 并把Arthur打晕在地 这之后 Alphie戏精附体 Arthur被当成了 杀害Billy Kitchen的凶手 让警方带走了 与此同时 Sabini也率领人马 夺回了Eden Club Thomas此时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 而更让他痛苦的 则是来自家人的不理解 家族会议上 Polly只惦记着自己的儿子Michael 而John和Asmy 则依旧希望劝Thomas就此收手 自行车就别要了 此时正是Thomas最孤独 最无助之计 这无声的夜 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Grace 他来了 Grace的老公此时正陪他来伦敦串亲戚 所以Grace和Thomas通过电话约好 俩人合计着给他老公整一顿绿帽子戴他 俩人刚见面的时候 先是没事找事互相递死了一番 这很好理解 之所以会有脾气 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太久未见 有过分想念 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会面 一时之间根本拿捏不准 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这份情感 于是Thomas带他去见了真人版查理卓比林 想必是只有这种喜剧大师此时能满足Grace的情感这一点 另外据Thomas本人说 他和卓比林二人是老乡 都是吉普赛人 这就好比是今天 你女朋友不爽了 你准备带他去唱K 而陪你们唱K的人是星爷 你说你女朋友啥反应吗 于是俩人开心之后再度回到家中 进一步升华这份开心 通过真刀真枪实际操练了一番 美其名曰 爱我还是他 Thomas自问自答道 让你老公在车底继续待着吧 Grace此番操作其实还有一层用意 那就是婚后二人无法生育 大夫说是他的问题 所以他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问题 看到这里我心想 莫非Thomas那那那啥啦 Thomas最终给出的建议是 跟你老公说实话 然后Thomas跑去找到妹 跟他说咱们算了吧 我心里有人 妹也是不含糊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简单明了心高气傲 当然Thomas还不忘跟Major Campbell炫耀了一番 此为心理战 而Michael这边 通过Poly赔税Major Campbell 获得了释放 而Arthur也通过Thomas的运作出狱了 其实也没必要过分指责 Poly冲动 说为什么他就不能等一等 Thomas来解决这件事 因为在这件事上 他是一个母亲 爱子心切 能理解 而不能理解的是 Michael出狱后 为自己老妈的行为感到羞耻 此时 家族各成员均已就位 女神也重回自己怀抱 要想完成大业 只差一件事了 那就是盟友 Alphie 要想搞定Alphie入伙这件事 Thomas目前有两件事要办 第一是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让Alphie趁机把自己做掉 第二就是手上必须要有足够的筹码 可以完成这个赌局 先来看第一件事它是如何解决的 这个时候就用到了之前笼络的那个小弟 James Thomas去找Alphie谈判这天 他让James站在门口 只负责干一件事 就是站着 然后Thomas对Alphie说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你的酒桶旁放了个手榴弹 拉线器在我小弟手上 只要一会儿第一个出去的人不是我 他就会引爆炸毁这里 打过德州扑克的朋友一定知道 Thomas此时就是在bluff 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Alphie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当老大的人 往往不一定好勇斗狠 但一定心思缜密 看看卧龙 鼓语有云 亮一声用兵 为谨慎 但是Alphie选择相信 注意他的相信不是真的相信 而是一种选择 因为Thomas带来的条件极为丰厚 这让他断然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Thomas现在手上有证了 所以答应帮Alphie卖酒 并且出让自己公司35%的股份 这个时候 二人才算真正意义上达成合作 搞定Alphie之后 Thomas跟Arthur一伙人下达了终极任务 到时候在赛马场 Thomas会想办法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这之后 Arthur则负责率队搅乱赛马场 把Sabini的钱全部截走 并且毁掉Sabini的赌马执照 重点就是这个执照 没有执照 Sabini就无法再继续他的赌马生意 也许有人会问 那没证再办一个不就得了 这个方案也不可取 原因有二 一来 做生意极为注重时机 你停业的时候 正是别人大张旗鼓 瓜分你的时候 二来 Thomas有妹这层关系 渗透在赛马董事会 你想再办正 我保你办不下来 Polly这边 则给了儿子一笔钱 然后跟他说 他现在要出去办事了 让Michael拿上钱 去伦敦找个正经工作 开始新生活 表示自己回来后 不想再看到他 所有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所有的故事 也都即将在这里 画上句号 Epsom Derby 到了赛马会这天 有一个细节 注意一下 John先是花钱压了一匹马 但并不是Thomas的那匹 Gracy's Secret 而是一个叫做 小假名的马 这恰恰说明 自己的马 根本就不是用来 赢得比赛的 仅仅只是为了 有机会可以接近Savini 然后 踢倒党一伙人 进入赛马会 伺机而动 就在Thomas准备 开展他的行动之际 Grace却突然出现了 他对Thomas说 我怀了你的孩子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但是Thomas现在 实在是有大事要办 于是对他说 你先甭添乱 等会儿咱们细聊 Thomas的策略是 让Lizzi展示出 他极具代表性的职业操守 把Russell元帅 勾引到一处偏僻的角落 待Russell元帅 正式进入之前 Thomas会及时赶到 把Russell元帅做掉 当然 最后Thomas确实成功 做掉了Russell元帅 但还是稍微晚来 那么一小步 Lizzi立志做个良民的愿望 至此功亏一亏 而此时 因为在赛马场发生了凶案 所以警察一小部分 负责到凶案现场调查 另外一大部分 则前去保护国王 这样一来 Arthur等人就有了空当 于是按原计划那样 把Sabini的钱财洗劫一空 同时烧毁了他的毒马许可证 而一代阴人Major Campbell 也在电话亭里 被Polly亲手干掉 这次不用多想 他确实死透了 已经胜利的Thomas 这时在Sabini面前开始嘚瑟 他甚至充当起Sabini的人生导师 帮助他复盘 为什么他最终会失败 Thomas说道 原因有二 第一 你过分信任警察 第二 你当初答应让Alphie重回赛马场 可是你食言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其实Alphie就是一个精打细算的老狐狸 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 但凡他能继续搞独马生意 他还真未必最终会和Thomas合作 要知道Alphie毕竟是个犹太人 建材起义 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 Alphie这个人也是一个纯粹的人 Sabini很想一枪干掉Thomas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没有人敢开枪 因为开枪的人 会被当作异域行刺国王的凶手 注定难逃法王 而Thomas也不是不想干掉Sabini 只是历史书不允许 细说不是胡说 改编不是乱编 六老是第一个不允许 Sabini也是历史上 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人家好歹活到了1950年 活了62岁 这部剧中其实有大量人物 在历史中均有原型可考 现在我先不多讲 等我到后续人物片的时候 会细细和大家盘点 气氛到顶点的Sabini 你知道干不掉Thomas 又找不到适当的发泄情绪的途径 所以只得砸了个酒瓶子 而这个动静也吸引了警察的注意 于是警察进来把Thomas带走了 为什么警察要带Thomas走 而不是Sabini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伙警察 是Major Campbell雇的那批 阿尔斯特志愿军的人假冒的 然而 就在这伙人准备枪决Thomas的时候 这位人兄瞬间击毙了另外两个同伙 他对Thomas说 在不久的将来 丘吉尔先生会亲自和你谈话的 他有份工作很适合你 说吧 把Thomas放走了 就这样 Thomas活了下来 回到家中的Thomas 发现Michael还在公司坐着 并没有动身前往伦敦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欣慰 Michael对他说 我想留下来和你干真正的大事 而Thomas则说 哥准备结婚了 第二集 完 以上就是故事篇第二集的精彩内容 还请朋友们点赞订阅多多支持我 后续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每一期节目 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